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关《道德经》给我们的人体奥秘启示 太阳是七色光组成的 万物都是七色光组成的 我们人类身上有光吗?有 我们人类也是七色光组成的 何为光?光者明也 我们的身体是远古的身体 是大自然的身体 是天下大众的身体 是为人民服务的身体 当我们做事没有贪婪 没有妄想 没有虚假的时候 只有做事情全面周到 大方向明确 小方向清楚 宇宙的智慧之光就在我们心中升起 一切言语 起心动念 就复归其名了 就这么简单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用其光的意思是 我们的生命是宇宙的生命 只要正确使用好自己的生命 就能复归于明 所谓复归于明 就是宇宙之光皆在眼前 不仅中国禅宗第六代佛祖慧能说 每个人都是道 都是光 就这么简单 释迦牟尼佛也说 奇灾 奇灾 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光明 只要不妄想 不执着 智慧圆满之光皆可现前 人类是大自然创造的宇宙信息接收机 人体是个小宇宙 人的内在构造 本身就具备连接宇宙各个空间的智慧与力量的按钮 事实上 大自然中有很多无形的高能量 需要我们人类去发现 去接收 人体在什么状态下才能到达这样的一个接收状态呢 就是老子所说的色齐队 避齐门 终身不勤的状态 即堵塞贪婪 关闭干扰 终身没有忧虑 而为什么有的人接收不到呢 是因为人类往往被过度的欲望所制约 所以屏蔽了我们和宇宙整体性暴衣的状态 与信息交换 这样的状态就是老子说的相反方面 开齐队 祭齐式 终身不救 一己打开通道 放纵无度 终身不可救药 这和佛法修行中说的持戒也是一个道理 人与自然之间神奇的无形联系 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在逐步证实 如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发现人与自然界无形联系中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比如各类射线 比如无线电波 比如反物质 科学工作者自从发现它们后 就逐步在电视 广播 通信 互联网等领域中 进行广泛的实践与运用 当然这些电波都是人为的 自然界中更存在着很多无形的物质能量信息 一定要我们人类处于宁静无欲的状态 也就是要在清静为天下正的守母状态上才能接收 那么什么是守母状态呢 正像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自我解脱中告诉我们的 众人皆有余 而我独丸四弊 我独异于人 而贵师母 贵师母表示什么 表示人的身体是缘故的身体 人的身体是大自然母亲的身体 所以人的身体内也有一套软件系统 可以直接从大自然中得到营养 所以我们可以说只有知道自己是大自然的儿女 只有知道尊重大自然母亲 守护好大自然母亲 守护好我们这个属于天下大众的身体 我们才可以说守母才能食母 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 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阐述正确使用身体的方法 一 一般人只知道老子所说的色旗对 避其门的静心 是为了练内在之气 岂不知宇宙中更高级的物质能量信息 都是从守母那儿才能得到 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和宇宙天地一体的身体 仅仅修自己个体的内在之气是有局限性的 仅仅修自己个体的内在之气 没有把自己放在大道的整体中来 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社会和谐的整体中来 是没有把自己放在服务大众的整体中来的 因此很难证悟大道 就像佛教所说那样 只顾把自己关在自我的小房子里 修个体清静的是小乘之道 小乘之道能修成自己的整体性 但不能修成与外界的一体性 而立愿为和谐社会 为大众服务的才是大乘之道 才能真正正物大道 二 关于色旗队避其门的内修方法 为什么要强调色旗队避其门 因为《道德经》第十二章中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阴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烈 令人心发狂 这段话就是说 世人啊 请您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外面乱搞 请您不要一天到晚向外求 人也需要回过头来重视自己生命的正确使用 如果忽略了对身体的正确使用 有时您再要想回头也来不及了 所以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反观内照 这也是佛法说的 我们的内心一切具足 不必外求 色旗队避其门也是一个静心方法 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静心 我们在忙于工作之余 也要让自己身体各个系统 各个器官注意放松 这好比是一杯浑浊的水那样 放在那里过一会儿 它就会自动澄清下来 人在色旗队避其门的静心状态下 会将人生旅途中所有的压力负荷 慢慢卸下来了 人体各系统各器官的功能也将得以慢慢恢复 人体的一些垃圾也将得以清理 然后通过各种形式排出 出汗排泄等 如此就保证了人体的健康 睡眠也有色旗队避其门终身不勤的功效 那为什么还要静心呢 睡眠是自然母亲给予人类自我功能修复的特别神奇的方法 我们身体上很多不舒服 很多疲惫 甚至于很多伤害 都能在睡觉中不知不觉被消除 但是现代不少人私欲贪婪 导致睡眠质量已经达不到那种应有的状态 因此要通过静心清理 来解决身心灵整体合一的问题 一个人通过色旗队避其门这个静心过程 可以使自己和自然母亲沟通 让自己的生命品质升华 来促进体内的气血和谐顺畅 一个人通过放下自私贪婪 不被自私贪婪所牵引 懂得放下集成福地 懂得解脱即是新生 懂得心性提升 即是接受更高层次空间的宇宙智慧 对自己的加持 就可以使自己的身心灵 逐渐达至天人合一的先天状态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回归静心 让头脑得到静心 让身体得到静心 当我们身心合一 内外合一 天人合一之时 宇宙集体智慧就会流进我们的头脑 这才是一种生命的完美体验 如何正确使用好自己的生命呢 老子告诉我们就是色旗队 避旗门 终身不清 我们人体里面什么宝藏都有 人体内连接宇宙高能量空间的 什么按钮都有 如果我们只是开放外在世界的 名利地位 吃喝玩乐 你开其对了 那你就与圆满的人生无缘了 那你就没救了 就将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带着迷茫 带着恐惧 带着痛苦 离开美丽的地球 生命在宇宙的长河里 只是一颗小小的干电池 有时候我们充电并不多 但消耗的却很快 所以人生几十年一晃 一下子就干涸了 就病了 就老了 老子要让我们见晓 就是减少能量消耗 老子让我们约明 就是回到前面的熟母 这样才能保持这个身体的长远存在 守母就是我们要正确使用好自己的生命 正确发展好自己的生命 回到充满大光明的自然母亲那里 当我们人的身体进入静心之时 当我们的感官不受欲望牵扯之时 当我们的身心达到高层次平衡之时 身体内的先天能量就会启动 此时氢气就会上升 浊气就会自然下降排出 此时我们最能够体会到的是 身体柔和 神清气爽 甚至出现各种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境界 因此老子说 手柔约强 当一个人的欲念 贪念止息的时候 当我们身心灵合一的时候 我们的自性之光就会自然出现 这个自性之光会自动补充体内的各种不足 如果自性之光持续不断 和大道之光同频共振的话 就会源源不断 这就是道不可虚于离也 这样的生命就健康和谐了 感恩自己神奇的身体吧 它是天地自然赐予我们为众生服务的管道 我们要正确地使用好自己神奇的身体 不必向外求 只要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本源的力量 只要我们按下接收宇宙高能量信息的确认键 放下 接纳 感恩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天下众生的身体 是为众生服务的身体时 当我们做事没有贪婪 没有妄想 没有虚假的时候 那一刻我们就突破了自我的小房子 而走向了与生命整体合一的大光明中 那么内在的宁静和智慧就会流经我们 健康与幸福就会伴随我们 我们就将活出自己真正的生命 惠命 明白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们应该放下 松开 活出来 做自己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体会到了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吧